定在运通 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午安 我是蕭川老師 歡迎收看我們的台股直播室 台股連續兩天漲了300點 那當然今天有點回檔 那幅度不大啦 但問題是 重點是 後面的盤到底我們該怎麼去看 那台股後面到底要漲什麼股票 好 我們待會來做說明 好 我們仔細看 今天早盤的時候台股開低50點 最低跌125點 然後目前留下影線 是跌差不多59點左右 好 我們仔細看 指數這兩天衝上來 兩天就漲300點 那當然今天稍微有點回檔 我覺得很合理 但問題是大家會比較擔心說 這個回檔會不會造成說 指數見高點 好 我們仔細看 你又發現到 7月21號前兩天的時候 台股漲上來是2200多億 昨天是2200多億 這兩天都不需要什麼太大的量 指數就能夠上工 那時候我就跟他講說 其實這也代表的說 雖然你看起來好像買盤不是很積極 可不過你指數還在創新高啊 那這個可以說是市場賣壓不重 它本身的籌碼很穩定 那當然今天跌下來呢 你就注意看嘛 你看量就知道了 現在成就量1973嘛 預估到收盤呢 頂多2300多億啦 沒有多多少嘛 對不對 所以台股今天跌下來 並沒有讓我們看到什麼 很大的什麼量價失控啦 什麼都沒有 所以咧 指數沒什麼問題啊 怎麼會有問題 我們之前有跟他說過喔 台股這一波 當然從8523點 然後呢漲到12486點 那現在即將就是要去面臨挑戰說 歷史高點嘛 12682嘛 那也幾桌差200多點啊 那到底它會不會再往上攻 這要看一些條件在啦 其實你就從整個大盤的一個趨勢來看 這波整個多頭啊 會能夠一直往上攻 在那個什麼肺炎的背景下 你看最近都還有一些感染嘛 對不對 好 那為什麼指數會一直攻呢 好 各位我們說過啊 資金潮有沒有退嘛 好 你注意看喔 你看那個美元 最近一直跌啊 有沒有 最近一直跌嘛 現在來到94.9嘛 它不只破前面低點了嘛 甚至於呢 兩年以來的低點在這個位置 94.65 現在94.9嘛 那代表說 現在這個市場上面那個資金潮 它並沒有改變 並沒有改變 所以呢 整個台北股市走到這裡 你目前不能說 它出現什麼那個什麼漲多啦 或者是不會再漲啦 或者是到底的那個訊號 沒有 沒有 好 可是重點是 後面到底該怎麼去走 好 先看一個東西 如果你想提早知道答案的話 歡迎你加入我們這個Line 因為我們在10點鐘左右 其實盤它應該要怎麼走 那我們都會提早 在盤中的時間呢 在Line Edge裡面 我們就跟大家做說明 那當然因為現在Line要收費啦 所以呢 我現在都會用影音的方式 跟各位解盤 來跟各位去講個股的方向 好 所以呢 希望這個Line能夠幫得到你 好不好 那還沒有加入的 歡迎你加入 好 我們仔細看 我是覺得應該 我都還有幫助的到各位啦 因為整個台股啊 這一波的走勢一路走上來 那當然 每次漲上來不漲就有人喊空嘛 漲上來不漲就有認為說 這裡是頭部 漲上來不漲就跟你說要做頭了 結果呢 指數是一路上攻 好 那各位 你仔細看喔 那時候在4月初的時候 你看這4月8號的圖 那時候我跟各位 我當初用這個盤漲上來的時候 很多人認為是漲假的 可是你還記得嗎 那時候呢 我跟大家講說 月線未來的翻揚的時間 還有整個季線會下來 所以我說月線呈支撐嘛 然後呢 季線壓力下來 它不是壓力 它一定過季線 有沒有好 你注意看啊 4月初的時候跟你講 結果呢 台股在那個4月底的時候呢 它就過季線 有沒有 它就過季線 那為什麼這個時間點它會過季線 你再注意看喔 4月27號的時候呢 指數漲上來來到季線未知區嘛 那時候很多人想說 啊 這季線不會過來到壓力了 可是那時候我跟他講啊 你越線還是上揚 你季線還是下壓嘛 對不對 所以我說 季線15天之後扣低一點嘛 那時間點大概在520附近 那你越線穿越季線呢 是在8天之後就5月8號之後 所以呢 台股供季線的時間在5月上旬之後 有沒有 結果呢 台股是不是供季線 這條季線全部都上來 沒錯吧 好 你再注意看喔 好 你再注意看喔 當台股佔上季線之後 這條季線嘛 這條月線嘛 當台股佔上季線之後 它又面臨到什麼 年線跟半年線的反壓 那你這樣看嘛 5月21號的時候 那時候我怎麼跟你講 我說 月季線的黃金交叉時間點在6月初嘛 因為這個地方 你現在整個月線是上揚的 你現在季線下壓嘛 你要是形成說整個月季線的黃金交叉 那時候我跟他說6月初 所以我說攻擊時間會落在6月上旬附近 對不對 好 你看 你看這6月上旬 你看喔 一直漲一直漲一直漲 有沒有 是每天漲 沒錯啦 漲多之後呢 它開始又走震盪 好 我們再仔細看 來到6月22號的時候呢 因為那時候6月初上揚嘛 然後台股就開始走震盪 很多人就跟你講 這裡是做頭做頭做頭 那時候我怎麼跟你說 我說那時候的月線成本在這嘛 那我說 到了7月初的時候呢 它成本就上來 所以你台股不能一直盤喔 你這一直盤的話 你台股會破月線喔 所以我那時候就跟他講啊 台股在上攻的時間點會落在哪裡 7月初嘛 7月上旬附近 對不對 好 你看 7月份是不是上來 時間點差不多嘛 對不對 好 那各位 那現在整個台北股市呢 讓你看到震盪完之後呢 再創高 那個時間點在7月10號在這一根 我放大一點 在這一根 那時候在我們的Line Edge裡面 或在節目裡面 我怎麼跟你說 我說這個多方的攻擊時間 它落在7月下旬 你看 7月下旬 7月21號不就開始進入下旬嗎 對不對 好 所以呢 這兩天攻起來 然後呢 今天台股長都整理一下 OK 好 我們整個盤市都交代得很清楚 那最近這個盤呢 我們現在在思考的一個問題就是說 你台北股市畢竟已經漲了4000多點 12682看到好像就快到了 那現在你看資金潮 美元都一直在跌啊 所以那個資金也沒有退潮的跡象 那現在在思考的就是說 你要怎麼去攻12682 現在不是攻而有 還要過得去 那才有意義嘛 你台股不是說攻到了就下來 那也沒有意義啊 你台股希望能夠再創歷史經告 好 那現在要怎麼去走 我們仔細看 我應該在兩個禮拜之前 我們就有跟各位預告了 因為那時候我們跟他說嘛 這一天我們開始跟他講 7月下旬之後台股要攻 好 那結果呢 21號開始上了 那你7月下旬他會怎麼去攻 我那時候也跟各位說過 你台北股市呢 這個地方啊 很有機會去走噴出 那到底他能不能走得出來 這在結構上面要去釐清的啦 那怎麼去釐清 我們仔細看 這一天我們一直在節目裡面 跟大家去講解未來的盤勢 那當然我們都是講未來 我們不用講到今天 講今天也沒有意義啊 說完盤之後 你再看這個盤沒什麼意義嘛 我不敢說我一定百分百 但是呢我們把我們的思考邏輯 跟各位做說明 好像 准不准 不要這麼說了好 不要說怎麼 就是說對或不對啦 其實 很多時候呢 你都會得到答案 好不好 反正也沒有什麼好遮掩的啦 所以 噴出的特色 這兩天都在跟各位講這個內容 對不對 那我怎麼跟他說 我說 你指數一定要漲嘛 這才叫噴出嘛 最好是連續跳空 那你指數要漲 當然權值股它不可以缺席嘛 對不對 好我們來仔細看 現在指數呢是小跌54點 權值股有沒有休息 有沒有缺席啦 你看這台灣50嘛 你看喔 台灣50現在快回到平盤 差一點點 好快回到平盤 對不對 好 那今天台灣50很明顯 就流出下影線了 那今天整個台北股 是下跌的時候 我剛剛怎麼跟你講 我說 今天那成交量預估到收盤 大概是2300嘛 它沒有爆大量 可是它比昨天多一點點 好那也不代表說說 這地方一定是賣壓比較重啦 好為什麼 你去看 因為你今天整個台灣50在下跌的時候 它還是量級數 對不對 所以代表了說以權值股 沒有讓你看到什麼賣壓 好那再來 那既然你權值股這地方 沒有看到什麼太大的賣壓 深圳已經跌下來量又急縮 那你指數還有上漲的機會 對吧 可是後來後面你的指數你要怎麼漲 才能夠達到噴出的目的 你看我這兩天跟你講 電子股沒有什麼問題啦 因為台北股是到現在為止 你看喔 這樣的形態 跟這樣的形態 有差嗎 應該沒有吧 你再看一下 這大盤嘛 這電子嘛 對不對 走勢幾乎一模一樣 好幾乎一模一樣 好 那現在差在哪個地方 這裡沒問題 剛剛我們看過台灣50也沒有問題 不就只剩這個嘛 看金融動不動嘛 對不對 好我們來看 現在金融股是跌0.45% 指數跌0.44% 所以現在跌0.4% 指數跌0.44% 它沒有比大盤弱 對不對 好就在這附近 一下跳來跳去 電子股也沒有比大盤弱 好我們仔細看 我這兩天怎麼跟你說 到底這會不會漲 對啊這到底會不會漲 你看喔 台北股市早就創今年新高 可是你金融還沒有 對不對 那我這兩天怎麼跟你說 我說我們從周線來看比較快 周線上面已經開始整理多少 1 2 3 4 5 6 7 7週了啦 他從這一天碰到連線之後 就開始整理7週 那照理說 他後面的幅度越來越小 照理說啦 他的一個轉折的關鍵 應該會落在下週嘛 應該零去7週嘛 後面就第8週 第8週就是他轉成的關鍵 好那你想想看嘛 如果說當整個金融 他又動起來的話 那這個盤 我看有沒有把他縮到那個位置去 不行 這個盤要去挑戰12682 會很難嗎 不會吧 對不對不會嘛 好所以後面這個盤是 我覺得台北股市到現在為止 整個台股到下個禮拜的重點 現在不是說你電子類股 這地方要能有多強 畢竟你漲多的時候 你也要稍微休息一下 所以呢台北股市後面的重點 應該是放在這一塊 它動不動 當那一動起來 我跟你講那12682不是問題 不只不是問題 台股還要再創歷史新高 所以呢 從整個輪動的節奏裡面來看 到這個位置去 全子股都是大盤的重心 尤其你下個禮拜 是隨期貨結算 那個時間點就是要動全子股 所以我說後面的重點 就稍微注意一下金融 好那當然你會問我說 老師啊 今天生計怎麼看 你看啊 找盤的時候 生計股還拉高嘛 拉高之後呢 現在是跌0.52%嘛 好像也沒有跌很多 對不對 好我們來仔細看 像這要怎麼看 你去看 這兩天的一個重點 全部都是放在哪裡 何醫生上 對不對 昨天漲停嘛 今天找盤的時候呢 讓你看到 怎麼搞的 漲停門打開 然後現在又出現 反彈 好 這兩個股 我們昨天也跟他講 你一路跌一路跌一路跌 跌到季線 也差不多快一彈了吧 因為跌真的超多了 476 跌到這波低點194.5 這真的是腰斬 好腰斬 好那今天是彈起來嘛 但是當他彈起來的時候 我就昨天就跟他說 你要預防什麼 他會不會拉東出西嘛 就是說當你看到何醫 終於反彈了 所以呢 生技股可以趕快進場去買 那我們來看可不可以買 好不好 我們來仔細看 打下來昨天漲停 那今天漲停板之後呢 現在盤中出現震盪 因為他分盤交易很討厭 你有時候設定的價位 都不一定做得到 所以有的時候 你要用市價去做買賣 那就很麻煩喔 搞不好當天你買最高 搞不好當天你賣最低 所以到目前為止 這兩個股 跌身反彈目前看來 好像還沒有完全結束 可是呢你會發現到 這兩天有些股票就很奇怪 比方說訓練 昨天流出很長的上一線嘛 照理說你這種股票又沒有破線啊 你沒有破線照理說 何醫都反彈你應該在挑戰前高 可是沒有啊 對 昨天流出長的上一線 結果呢今天跌下來 好 再仔細看 4108的懷特 說號在這裡啊 都沒有破線的股票喔 可是也沒上去 結果你注意看嘛 比方說成德 昨天流出長的上一線 結果今天跌下來 好 那各位你注意看 好像有些個股怎麼搞的 何醫反彈他沒有再上去 不只沒有上去 有些個股做頭 比方說金黃 有沒有 創近期波段以來的低點 好 當這類型的個股 已經開始慢慢讓你看到 創低點之後 你再注意看喔 比方說什麼 4.119 這一波有些個股 領先做頭下來的股票 何醫都談啊 可是他昨天又上了一線 現在也談不上去 有沒有 也談不上去 好 那至於他目前你會發現到 很多個股都是有這個現象出現 所以我要建議各位 市場到這個時間點 你要怎麼去過 不是挑戰而已 怎麼去過 12682 所以你從整個結構裡面來看 如果這個盤的重心 他現在讓你看到 又全部放在生計的話 那你12682照理說 要過很難 因為他沒有權重 好 偶爾稍微電子股動一下 把那個指數再往上拉高 好 那可是你沒有權重的情況之下 你去當主流 這個盤就不容易去過 12682 反而這個盤要注意到什麼現象 我們來看 我說後面到下個禮拜 月底之前 我們要注意會不會走這一段 走這一段的關鍵 後面在金融 對不對 好 那如果說你後面 整個市場的主角 你又放到生計的話 那就要留意會不會走這樣 創高之後 都上不太去 然後開始走區間 如果是走這種區間盤局的話 我是認為 不要說12682 他不會過 搞不好連12682都挑戰不到 懂我意思啊 所以呢 這個市場到目前為止 你現在要留意的是 金融動不動 當金融一動的話 整個軋空是持續的 甚至於右多他也是持續的 那你要怎麼樣從軋空 跟右多的角度裡面 去抓後面的股票 這重點我待會再跟大家說 好不好 從整個盤是我們先交代清楚 好 那沒什麼問題 現在這個盤 你不能說他空頭 或者是漲到底 還有啦 還有高點 好像美元一直跌 你跟我說這資金潮退潮 看不出來 好 那現在就是啊 那重點到底要放在哪裡 那個股的角度該怎麼去做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我們因為這段講比較久 我們待會回來再跟大家做解答 好不好 休息一下 好 請問你在哪裡 請你先來 親密來的 运达条顾核心操盘团队 保住您不再妄独欺叛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第一个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 运达条顾萧老师 158到封关 158到封关 运达条顾萧老师 158到封关 158到封关 参与参线02-2781-0909 2781-0909 酒驾罚很大 一 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在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聚或聚策罚更大哦 二 呼气酒策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 酒驾在犯 聚检及聚策在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 酒驾重新考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6000至12000元哦 五 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 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考照 六 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零龙热 内政部警察署关心您 好 还完了现场 因为快收盘了啦 今天整个台北股市盘中震荡可能比较大一点 可是我们刚刚跟大家分析过 这个盘因为两天涨了300点 所以呢今天稍微有点的震荡 那也很正常 而且这个震荡呢也没有破坏什么多头的 的什么心态都没有啦 只是纯粹涨多休息 那目前呢1点20分台股呢 现在是小跌48点 好 那我们说过 今天跌下来没有量 所以呢没有量加失扣 那台股有没有机会啊 在最后一盘 因为现在20分了嘛 你25分就封盘嘛 有没有机会说 在最后尾盘的时候呢 台北股市呢 很明显的那个下引线就流出来 而且呢台股有机会呢 去接近平盘 关键点在哪里 好 我们刚刚从整个 喷出的特色 我们就跟各位说过啦 接下来的重点 要看这个动不动嘛 对不对 所以呢台北股市尾盘那个下引线 能不能流得非常的漂亮 我觉得还是要看金融 好 所以咧 我们来仔细看 有没有机会 我们看金融期就知道 现在金融期开始慢慢在动 好 已经开始慢慢在动 所以呢电子也动嘛 今天电子股下引线也流出来 金融期也开始慢慢在动 所以咧 今天指数不会太差 好 不会太差 好 我们再来看 那现在我们要去做什么股票 全政府我们刚刚说过了嘛 这都没问题啊 这没问题嘛 台湾股市也没问题嘛 就等这个动不动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一组来看的话 三票里面有两票 没问题 这一票呢 没有弱啦 但是呢 只是看它动不动 好 那你整个喷出的特色呢 目前有几个 第一个就是 嘎空跟又多嘛 那空单我就觉得 不用再说了啦 因为你指数都一路在创新高 那如果说你是一路看空 一路看空 一路看空 也得不到便宜啦 那再这样什么 你现在七八月除全息都忘记了 搞不好你没得空 好啦 就算你找到一些空的股票 又怎么样 指数一路创新高啊 如果你遇到那种除全息的股票 到最后呢 你还要被捕和回捕 所以呢 嘎空没问题 现在是又多这一块 到底它要去动什么样的个股 各位我们仔细看 这因为我跟各位说过 这个盘 高点到底在哪里 你现在资金潮不退啊 你说你要去猜 这个盘会涨到哪里 或者涨到什么时间 所以没有人猜不到 会告诉你 大概也都用猜啦 但是我们在之前 在分析的过程里面 我们都是用均线的一些角度 来跟各位做分析 还有用一些筹码面的变化 来跟大家去做解答嘛 所以呢 台北股市到底高点在哪里 我跟大家讲过 看量就知道 看量就知道 因为这个族群 已经告诉我们答案了 那你现在台北股市呢 它都没有爆量 都没有爆量 今天也是那样说 现在呢 下引线就慢慢都流出了 对不对 好 那你要怎么去做又多呢 因为什么叫又多 你注意看 台股在上涨的过程里面 其实它除了嘎空之外 它也要让散户去进场 那散户到底怎么进场 到昨天的时候呢 融资又增加11亿 再创新高 我换算了一下啦 7月6号开始 这一天啊 融资啊大幅度进场 比如说散户在 1万2千多点的时候呢 它进场了 结果呢 都买在这地方开始再买 可是你提早买你没有吃亏哦 为什么 因为指数大一律走高啊 甚至我刚刚说过嘛 台股还有机会呢 去挑战12682啊 所以呢 你在这个时间点进场 你没有吃亏嘛 最怕的就是什么 该买的时候不买 等到真的 看到12682啦 哇过去了 真的受不了了 赶快进场去买 那找自己麻烦啊 要买就早点买 好不要等到 真的你确定了 全市场疯狂了 报纸都跟你讲你看台股创历史新高 你要去接最后一棒嘛 你自己看啦 到时候我会去 我到时候后面会要参考的是 它会不会出现什么 爆量不涨 如果说出现爆量不涨 那反而是卖点 那现在多头还在持续当中 好 可是我们现在要去做什么股票 这里有顺序哦 当然你全市股要先动啊 后面中小型个股呢 再一动的话 散户就会全面进场 对不对 好所以你看 你看哦 现在在动什么 建红海除息嘛 除完息之后你看哦 还原全职 没有掉 可是我们当时的红海 是这里告诉你的嘛 你还记得吗 这一天的时候我就跟你讲 你不知道买什么 你就去买红海 到现在为止呢 你赚了价差 就算他今天在这里啊 你这里嘛你都还在赚啊 但是我说还原前职在这位置嘛 所以你现在是赚了价差 你还赚了股息 对不对 好再来 五四八三中美金 你看哦呦呦好 今天怎么跌下来 没有哦 他今天是除息哦 他今天除息哦 当初我们在跟各位讲的时候 我跟你讲说 下一档轮动的方向 在这里跟你说的嘛 所以到现在为止你也看到什么 你赚了价差 又赚了股息 好 这一全职的个股 你當初買在低檔 你跟著做 你現在就在那邊等貨利而已 但是接下來呢 中小型的個股呢 它就要動了 那我們最近都在佈局這個方向 剛才你說老師 中小型的個股在哪裡 今天我們在Line Ads裡面 已經跟你講了 這個YouTuber你到時候去看 你就會有答案 好不好 我們就不在節目裡面說了 認同我們操作方式的 想要去賺 後面噴出的機會的 趕快利用 這個計畫 好不好 廣告之後 打電話進來 我們晚上九點半 再見 拜拜 拜拜 現在殺YouTube 運通財經台 任何時間 任何地點 一擊在手 走到哪 看到哪 YouTube 24小時 線上直播最及時 分析師精準盤式解析 隨選隨看 真方便 YouTube運通財經台頻道 隨時隨地和您Online在一起 運輸入財經台 運大頭部 蘇老师 158道封關 158道封關 運大頭部 平大頭部 潮老師 158道封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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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封線 零二 27810909 27810909 27810909 運大頭部 核心超盤團隊 帮助您不再忘补欺探 特别开放专线 让您立刻享受财富的拥抱 第一个速播 02-2781-0909 只要播通 就让您发很久 发很久 2781-0909